9月14日中午,洛杉矶市政府和社区学院学区以及洛杉矶联合学区联手在洛杉矶市社区大学爱尔卡米诺礼堂举行洛杉矶学院承诺计划发布会 宣告洛杉矶学区高中毕业生从2017年开始可以免费入读洛杉矶9所社区学院一年 美国副总统拜登夫人专程从东部赶来 加州副州长、洛杉矶市长以及洛杉矶教育部官员们一起与会并发表演讲 四区学院免费计划是由奥巴马总统两年前提出副总统拜登主持的 其宗旨是应届的毕业生可以免费得到大学教育 帮助他们专心学业达成梦想 而不是选择忙碌与多分工作、支持家庭而放弃学业 美国副总统拜登夫人吉尔·拜登作为总统任命的大学承诺执行顾问会荣誉主席 在演讲中他特别向学生强调 他还指出 我们之所以推动这个特别计划 是因为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 这将使我们的社区更加文明 家庭更加富裕 国家更加繁荣 全美目前有36个城市加入美国大学承诺计划 荣誉主席是加州第23个加入此计划的城市 一旦实行的话将让更多的民众受惠 加州副总长加文有声在发言中表示 荣誉主席是加州最大的地区免费大学教育计划的实施 这将推动整个加州教育体系不断地向前发展 在发布会上 荣誉主席市长贾希提不但用英文发言 还用细语向在座的人重复演讲内容 他还告知 指向计划的预算并非来自税收和联邦拨款 而是通过他的四档基金筹集到175万美元 用于指向计划的第一件费用 他还强调免去的国际议事学费 还有课本费和交通费用 确保学生们救度期间获得足够的支持和服务 汉天威斯记者王鹏铭 若汉记报导